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接触许多人 每天我专注于工作 虽然很忙碌 但我的生活一直很平静 没想到大瘟疫突然降临 人们不能接触 经济收入甚至不够一半的饮食开销 我的生活陷入危机 我需要排队买食物 需要排长达三天的队买汽油 在那个时候 我期待主的话语来安慰我 是 人离不开神的帮助啊 是 我的邻居也是一个信主的 每当遇到他 我们总是会谈论去 所有的灾难都是圣经中所预言的 人类的邪恶败坏 才是这一切灾难发生的根源 是 我们处于末世 圣经预言 主耶稣要在末世回来审判我们 我们只有回到神的身边 才能得到神的保守和拯救 是啊 我每天祈求神赐予我智慧 并为我指明道路 我想认识神 我需要找到神 因为只有在神的话语中 我才能得到安慰 不再犯罪 成为一个神喜悦的人 感谢神 感谢神 能有这样的追求 这很难得呀 感谢神 所以我打开圣经 请求神开启光照我 我读了诗篇 真言书 还有主耶稣的话语 登山宝训 但我还是没有找到 自己以后该走的路 我很迷茫 我的经济问题 变得越来越尖锐 生活陷入困境 无法供养我的家人 当我女儿有需要 我却不能帮助她时 我很悲伤 我只能安慰她 这些困难都是一时的 但连我自己 都无法相信是这样的 悲伤占据了我的心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想移民 想离开这个国家 寻找另一种解决办法 但因着疫情的缘故 我无法获得护照 和所有的文件 我的一切 变得越来越困难 就在这时 我妻子却说 她不想和我在一起了 这是压倒我的 最后一根稻草 我感到崩溃了 生活没有了意义 当时 我患上了抑郁症 心里很痛苦 常常是一粒心灭 夜不能寐 只能向神祈祷 才能让我得到一点平静 人没有神的带领 活着就没有出路啊 是 一天 我的WhatsApp 收到一条信息 一个信神的子们 邀请我加入木道班 聆听神的话语 并问我是否愿意 学习神的话语 我说愿意 然后 他就把我加入了 一个学习小组 当我有机会 聆听全能神的话语时 我感觉到 这是神对我祈祷的回应 我被全能神 带有权柄的话语 所吸引 全能神的话 解决了我许多疑惑和观念 我知道了 神已经回来了 做了新的工作 感谢神 神的羊就能认出神的声音 感谢神 这对我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惊讶 喜悦和好奇之间 我了解到 神六千年经营计划 和拯救人类的三部做工 神在每个时代 取不同的名 耶和华 耶稣 全能神 以及 神在每个时代 所做工作的意义 全能神的话 一直吸引着我 我心里特别的高兴 感谢神 多年的盼望实现了 这心里能不激动吗 是啊 我还想学习更多的真理 并分享给其他的人 就高兴地 给我邻居传福音 告诉他们 主耶稣回来的事 这挺好啊 我以为 所有信神的人 听到神默示的福音 都会欢心鼓舞 会寻求真理 愉快地接受这个福音 但事实 恰恰相反 他们就问我 这些内容 都不在圣经中 你是从哪里 达到这些信息的 我说 我在网上一个学习小组中 知道的 我刚刚开始学习 知道的不多 但我被全能神的话语 吸引了 他们告诉我 要小心 默示会有许多假基督出现 接着 他们给我发了几些经文 那时 若有人对你们说 看哪 基督在这里 或说 基督在那里 你们不要信 因为 假基督 假先知将要起来 显身即其事 倘若能行 就把选民 迷惑了 你们要谨慎 看哪 凡事 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 他们声称 我考察的是假宗教 还说 在这21世纪 科技化的世界 如果主耶稣回来了 肯定要显大的神迹 这种整个世界 而现在 世界还没有出现 大的神迹 也没有出现 主耶稣治愈病人 十四人复活 等等这些事情 这就说明 主还没有回来 这样领受 也不符合主的话呀 主耶稣可从来没说 他再来要显大神迹 是啊 主耶稣说得很清楚 因为假基督 假先知 将要起来显身即其事 是啊 倘若能行 就把选民迷惑了 假基督的特征 是显身即其事 对呀 那你当时听了 是咋想的呀 我听他们这么说 我心里充满了怀疑 我害怕背叛主耶稣 我想 我如果被欺骗了 跟随了假基督怎么办 那时 我还确信 主耶稣将成的云彩回来 在白色大宝座上 按照每个人的罪孽 逐一审判 可传福音的人却说 神是道场肉身 发表话语 审判人的罪 所有这些 在我心里产生了矛盾 使我变得更加不安 应接主不根据主的话 光听人的话 这太容易受骄扰了 是 是啊 虽然 我很期待晚上的葡萄会 因为 我觉得我要继续考察 但邻居的话 已注入了我的心 我处于防备状态 当讲道开始时 我就决定 离开这个小组 那你做这个决定 有没有祷告寻求啊 没有 是我太冲动了 我在WhatsApp上 写了一条 离开小组原因的信息 还写了我的顾虑 担心被假基督欺骗 还附上了邻居 发给我的经文 没想到 当我发送信息 离开小组时 手机突然提示 门电关机了 我很惊讶 因为 我总是在聚会之前 给手机充电 怎么会突然 没电了呢 但我的心 仍然很坚定 我对自己说 基督再来 怎么可能 没有大的神迹呢 我重新 给手机充电 决定充到 最低电量时 再写一遍信息 发送出去 当手机 有了5%的电量时 我打开了手机 看着聚会小组 我手中发出来 几节经文 出于好奇 我读了这些话 看哪 我站在门外扣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 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 一同作息 我的羊 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阿们 看到弟兄姊妹交通说 我们从神话中 可以看到 当主再回来时 他要敲门 通过发声说话 来召唤他的羊 我们是否能迎接到主 主要取决于 我们是否能听见主的声音 我们能听出主的声音 才能打开门 迎接主 与主一起复言息 是 没错 因此 你听见有人 见证主回来了 你不应该关起门来 也不应害怕被欺骗 应该做聪明童女 注意听主的声音 才是最关键 是啊 神的羊听神的声音 考察人道 最关键的刘欣听神的声音 是啊 这时 我看到弟兄姊妹 又在座里发了一段 全能神的话 现在 如果出现一个 又能显神迹其事 又能赶鬼 又能医病 能显许多异能的人 自称是耶稣来了 这是邪灵的假冒 属于邪灵 模仿耶稣做的 记住一点 神不做重复工作 耶稣的那部工作 已经完成了 神以后 再不做 那部工作了 在人的观念里 神总得显神迹其事 总得医病赶鬼 总得像耶稣一样 在这次 神绝不那么做 若是神的末世 还显神迹其事 赶鬼医病 跟耶稣做的 一模一样 那神的工作 就重复了 耶稣的工作 就没有意义 没有价值了 所以 神一个时代 做一步工作 神每做一步工作之后 邪灵紧接着模仿 撒旦尾碎神之后 神又变一种方式 神做完一步工作 邪灵会模仿 这点你们该清楚 阿们 看了全能神的话 和弟兄子们交通的内容 我惊呆了 这些 都是我想知道的 所有答案 我对自己说 这非常正确 神是偿心不救的 神总是做新工作 神不会重复 祂以往的工作 主耶稣 不重复律法时代的工作 神再来 怎么可能做 与恩典时代 同样的工作呢 是 现在 全能神来了 开辟了新的时代 做了国度时代的 新工作 这工作 是以往没有的 是 全能神 甚至告诫我们说 现在 如果出现一个 又能显神迹即逝 又能赶鬼 又能医病 能显许多异能的人 自称是耶稣来了 这是邪灵的假冒 属于邪灵 模仿耶稣做的 阿们 只有邪灵 才模仿神 以往的做工 冒充神 显点神迹来迷惑人 是 我心里啊 亮堂了许多 感谢神 我知道了 该如何分辨真假基督 也知道了 神在国度时代 不显神迹其事的 真正原因 莫是 神是通过发表真理 做审判 捷径拯救人类的工作 把人带进他的国度 是 全能神的话 把许多真理奥秘 都揭示出来了 只要虚心寻求 明白真理了 就明辨是非了 是 明白这些话 我又继续参加 小组聚会 感谢神 后来 我又看了一段 全能神的话 那我来读吧 好 一千三百四十二页 作为每一个信耶稣的人 都没有资格 咒诅定罪别人 你们都应该做 有理智地 接受真理的人 或许你听了真理的道 看了生命的言语之后 认为这些话 仅仅有万分之一 合乎你的意思 合乎圣经 那你就在这万分之一的言语中 继续寻求 我还要劝你 做谦和的人 不要太自信 不要太自高 在你仅有的一点敬畏神的心之中 将获得更大的亮光 你仔细考察 反复揣摩 你就会明白 这一句句言语 到底是不是真理 是不是生命 或许有的人 没有看几句话 就盲目定罪了 或者说 这无非是一些圣灵开启罢了 或者说 这是假基督来迷惑人来了 能说出这样话的人 简直是太无知了 你对神的做工 对神的智慧 了解得太少了 我劝你 还是重新开始吧 你们不要因着 漠视要有假基督出现 而盲目地定罪于 神所发表的言语 不要因着怕受迷惑 而做亵渎圣灵的人 这样岂不太可惜了吗 若你在三考察之后 仍旧认为这些话 不是真理 不是道路 不是神的发表 那你就是最终 遭受惩罚之人 就是无福之人 这样的真理 说得这么透亮 说得这么明白 你都接受不了 那你不就是不配 蒙神拯救的人吗 不就是没有福气 归回到神宝座之前的人吗 好好想想吧 不要草率 不要鲁莽 别把信神的事 当作儿戏 应该为自己的归宿 为自己的前途 为自己的生命着想 不要玩弄自己 这些话 你都能接受吗 阿们 这真是神对人的忠告吗 是啊 神希望人能谨慎 对待主再来的事 因为这涉及到 人蒙拯救 进天国的大事 一定要考察清楚了 不能草率做决定了 是啊 从神话中 我明白了 对待神末世再来 我们必须像聪明的童女一样 不要轻易否定基督的显现 也不要因着 末世有假基督出现 就盲目地否认 定罪神的新工作 和神发表的话语 是 我们必须学会 倾听神的声音 带着虚心寻求的态度 来考察神的做工 这样 才能听见神的声音 迎接到主 否则 就会失去神的拯救 是 正如全能神说的这句话 不要草率 不要鲁莽 别把信神的事 当作儿戏 应该为自己的归宿 为自己的前途 为自己的生命着想 不要玩弄自己 这些话 你都能接受吗 阿们 对照全能神的话 我认识到 当我邻居 说出他们的错谬观点 拦阻我考察 全能神的做工时 我轻率地接受了 我没有让自己 更深入地了解 全能神教会 或者找 全能神教会的弟兄子们 来解答我的疑惑 就很冲动地 要退出木道班 停止考察神道 我的冲动 差点是我失去了 神的末世救恩 感谢神的保守 这种事情才没有发生 是啊 现在我明白了 不要在怀疑和困惑的时候 陷入冲动 轻易下断 而是要慎重 在心里 总向神祈祷 寻求真理 对于神的话语 必须有尊重 有谦卑寻求的态度 才能在神的引导下 认出神的声音 迎接到主耶稣的再来 是 我每天 吃喝全能神的话语 这是我对圣经的理解 更加深刻 因此我确定 这就是神的 末世的显现做工 就毫不犹豫地 接受了全能神 感谢神 在有可慕寻求的心 多读全能神的话 就能够认出主的声音 迎接到主啊 感谢神 是全能神怜悯了我 一天 我又看到全能神的话说 全能神说 考察这样的事 也并不困难 但需要我们每个人 先知道这样一个真理 既是道成肉身 就有神的实质 既是道成肉身 就有神的发表 神既道成肉身 就要带来 他要做的工作 既是神道成肉身 就要发表神的琐事 既是道成肉身 就能带给人真理 赐给人生命 指给人道路 若不具备神实质的肉身 那就定归 不是道成肉身的神了 这一点 是确定无疑的 人要考察 是否是神 所道成的肉身 那就得从 他所发表的 性情与说话中 来确定 也就是说 确定是否 是神所道成的肉身 或确定是否 是真道 必须得从 他的实质上 来辨别 所以说 是不是神所道成的肉身 关键在乎其实质 做工 说话 性情 等等 更多的方面 并不在乎其外表 人若因为考察其外表 而忽视了其实质 那就是人的愚昧无知了 神道成肉身的称呼 是基督 所以将能赐给人真理的基督 称为神 这一点也不过分 因为他有神的实质 他有人所不能达到的 神的性情与做工智慧 而那些不能做神的工作 却自称为基督的人 才是冒牌货 所谓的基督 不仅仅就是神在地上的彰显 而是神在地上开展工作 完成他在人中间做工的 特有的肉身 这个肉身 不是任何人都能代替的 而是足可担当 神在地上的工作的肉身 是可以发表神性情的肉身 是足可以代表神的肉身 是能供应人生命的肉身 那些假冒基督的人 早晚都会倒下的 因为他们虽称基督 却丝毫不具备基督的实质 所以我说 真假不是人能定规的 而是由神自己来做回答 由神自己来做决定 这样你若真的想寻找生命的道 你首先得承认 神是来在人间 做赐人生命之道的工作 而且是末世来在人间 赐给人生命之道的 不是以往 而是今天 阿们 全能神的话 把分辨真假基督的路途 给我们说出来了 是啊 从神话中 我明白了 分辨真假基督 不能用外表来衡量 得从实质上来分辨 也就是 从神的做工 说话 和发表的性情 来确定是否是基督 是 没错 神道成肉身 来在人间 发表真理 做自己的工作 流露出来的 都是神的所有所事 都是神的性情 而且 他的做工 还能拯救人 这是任何一个人 所不具备 也达不到的 是 所以 从神的做工 说话 和神发表的性情 来辨别是否是基督 这 最准确 是 在这段时间 考察全能神的做工 吃喝全能神的话语 我看到全能神的话语 除了流露着 对人类的爱 还带着公义 烈怒 威严 他的话 就像利剑 抛开我们内心的败坏 揭露我们 抵挡神的撒旦本性 是 让我们通过他的话 直观地看到了 自己内心的败坏 也看到信神 必须走的道路 阿们 通过实行他的话 能逐渐 解决我们的败坏性情 活出正常人性 阿们 全能神 发表的话语 还揭示了许多真理奥秘 让我们通过他的话 认识神 拯救人类的 六千年经营计划 这是在圣经中 在任何宗教里 都没有看到的 感谢神 这都是神在末世 向人类打开的真理奥秘 都是人类从来没听过 没见过的 是啊 除了神 任何名人伟人 都发表不了真理 拯救不了人 是啊 只有道场肉身的神 才能发表真理 做审判 捷径人类的工作 给我们带来真理 道路和生命 是啊 我从全能神的话语中 确定了 末世基督全能神 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是颁布律法 带领人类在地上生活的神 也是为人类定十字架 救赎全人类的神 更是默示再来 拯救人脱离罪恶的神 毫无疑问 神是初 也是终 全能神 就是主耶稣的再来 阿们 那些假基督 是魔防者 他们迟早都会倒下 因为 他们不能发表真理 他们没有能力 做神的新工作 也不能引导人 脱去败坏 蒙拯救 是 他们只能模仿神 以往的做工 来迷惑人 败坏人 现在 末世基督 全能神 发表真理 正在做审判 从神家起手的工作 在捷径 变化人的败坏 拯救人 从罪恶中脱离出来 全能神的说话 做工 完全证实了 他就是真神的显现 这是不容置疑的 是啊 感谢神 这明白真理就有分辨 也不怕假基督迷惑了 是啊 以前我持续观念 认为 末世神要在空中白色大宝座上 审判人的罪 后来 通过聚会 跃走神的话语 我这个观念 得到了扭转 感谢神 因为我明白了 末世 神是如何做审判工作 来捷径变化人的 我看到主耶稣说 我还有好些事 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祂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因为祂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祂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阿们 求你用真理 使他们成圣 你的道就是真理 阿们 若有人听见我的话 不遵守 我不审判他 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 乃是要拯救世界 弃绝我 不领受我话的人 有审判他的 就是我所讲的道 在末日要审判他 阿们 一天我看到全能神的话说 全能神说 人未经救赎以前 已有许多撒旦的毒素 种到人里面了 人经过撒旦败坏几千年 里面已经有 抵挡神的本性了 所以人被救赎出来之后 只不过被赎回来了 就是用重价将人买回来了 但人里面的毒性并没有去掉 就这样的污秽的人 还得经过变化 才有资格侍奉神 借着这一步审判刑罚的工作 使人对自己里面 污秽败坏的实质 完全认识到 而且能够完全变化 成为被洁净的人 这样 人才有资格 归到神的宝座前 今天所做的这一切的工作 都是为了让人能够得洁净 让人能够有变化 借着话语的审判刑罚 借着熬炼脱去败坏 得着洁净 这步工作 与其说是拯救的工作 倒不如说是洁净的工作 漠视基督 是用诸多方面的真理 来教训人 来揭露人的本质 解剖人的言语行为 这些言语中都包含着 诸多方面的真理 例如人的本分 人对神如何顺服 对神如何忠心 人当如何活出正常人性 神的智慧 神的性情等等 这些言语都是针对人的本质 针对人的败坏性情 尤其那些揭露人 如何弃绝神的言语 更是针对人本是撒旦的化身 针对人本是神的敌视力而言的 神做审判的工作 不是三言两语就道尽人的本性的 而是来做长期的揭露 对付修理 这各种方式的揭露 对付与修理 并不是用一般的语言能代替的 而是用人根本就没有的真理来代替 这样的方式才叫审判 这样的审判才能将人折服 才能使人对神心服口服 而且对神有真正的认识 审判工作带来的是 人对神本来面目的了解 带来的是 人对悖逆真相的认识 审判工作 使人对神的心意明白了许多 对神的工作宗旨 明白了许多 对人所不能明白的奥秘 理解了许多 而且也使人认识了 知道了人的败坏实质 败坏根源 也使人发现了人的丑恶嘴脸 这些工作的果效 都是审判工作带来的 因为审判工作的实质 其实就是神的真理 道路 生命 向所有信他的人打开的工作 这工作就是神做的审判工作 阿们 我明白了 末世审判工作 是神道成肉身来在人间 发表真理 变化人 拯救人 全能神已经发表话语 揭示了人的撒旦本性 如狂妄 诡诈 邪恶 还揭示了人的自私和贪婪 使人在神话语的审判中 认识自己的败坏真相 而恨无自己 向神悔改 达到敬畏神 顺服神 只有默示全能神 做着审判工作 才能解决人的撒旦性 这是任何人无法做到的 是 没错 这一刻我意识到 如果神在天上白色大宝座上 审判每个人 那么被撒旦败坏的全人类 都没有获救的可能 是 因为全人类都被撒旦的败坏 所笼罩 虽然通过主耶稣的十字架救恩 我们得到了救赎 罪得到了赦免 但我们仍然是罪人 是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 重复着犯罪认罪的循环 如果没有通过审判 败坏就得不到捷径变化 最终都得被神定罪淘汰 是啊 神是圣洁的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要是不脱离罪 就永远没资格进天国呀 是啊 只有通过神话语 直接审判揭露 我们才能真实认识自己 并改变我们的败坏问题 正如全能神的话中所说的 今天所做的这一切的工作 都是为了让人能够得洁净 让人能够有变化 借着话语的审判刑法 借着熬练 脱去败坏得着洁净 感谢神啊 神选民就令神的末世做工都体会到 神末世道成肉身 做审判工作的意义太大了 是啊 神末世先先做工 虽然不合人的观念 但神所做的都是为了拯救人 只要放下观念寻求真理 就能看见神的显现 的确是这样 在一次聚会中 我读到一段全能神的话 心特别受触动 不明白真理的人 总好随从人 人说 这是圣灵做工 你也跟着说 这是圣灵做工 人说 这是邪灵做工 你也随着疑惑 或者也说 是邪灵做工 总是人云亦云 自己一点不会分辨 也没有一点主见 这是没立场 没分辨的人 这人是窝囊废 你总随着别人说 现在说 是圣灵做工 说不定哪一天 又有人说 这不是圣灵做工 完全是人的作为 而你自己也看不透 看见别人都这么说 你也随着这么说 本来是圣灵做工 让你说成是人的作工 你不就成了 亵渎圣灵做工的人了吗 这不就是因着 没分辨而抵挡神了吗 阿们 神话告诫我们 靠茶真道 绝不能盲目 听从人的指导 凭着人的观念想象 来衡量神的做工 这样 他会使我偏离主的道路 最终被神撇弃淘汰 失去蒙拯救的机会 这个可悲的事实 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都有可能发生 是 我为我的愚昧和冲动 感到羞愧 我怎么能再听到神的声音 并感受到这些话 有权柄 有真理之后 还会被别人影响 被我邻居的话 做迷惑呢 我的愚昧与冲动 差点使我离开了 全能神教会 险些错过迎接主耶稣的再来 断送自己 蒙拯救的机会 我的盲目和无知 会给我带来多么可怕的后果 是啊 人信主不根据主的话 只盲目听从人的话 就没法听见神的声音迎接到主 可不是吧 现在宗教界 那么多人没有迎接到主 落在了大灾难中 是啊 不就是因为他们不听主的话 只听牧师长老的话吗 结果失去了被提进天国的机会 这后果太严重了 是啊 现在我明白了 在任何时候 得做聪明童女 听见神的声音 就坚定不已 通过法子内心的祷告 求神开启引导我们 不要盲目听信人的话 因为我们都是受到人类 没有真理 在任何时候 我们得听从神的话 就像彼得 听从主耶稣的话 并跟随了主 是 回想起 以往的愚昧和无知 我向全能神祷告 祈求神赦免我的过错 我愿意接受全能神 接受神话语的审判拯救 感谢神 此后 我每天吃喝全能神的话语 当我软弱的时刻 求神加给我信心和力量 不至于跌倒 在神的带领和帮助下 现在 我已经克服了抑郁状态 变成一个积极的人 并有了新的工作 感谢神 我感觉到 这一切都是神奇妙的安排 慢慢的 我的生活 有了很大的改善 最重要的是 我每天可以吃喝全能神的话语 并与弟兄子们聚会交通 感谢神 现在 我开始传扬神的福音 见证神的话语 帮助更多真心信神 可摸真道的人 来听神的声音 接受神 末世的救恩 感谢神 感谢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